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芬姐 这是台菜姐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小点心 我童年的小点心 是你童年的 那一定很古早味 来回味一下 好哦 这个是红萝卜煎饼 这个真的很好吃 小朋友不爱吃红萝卜 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吃下去哦 对啊 那我们来开始吧 蛋筋 两只葱 高丽菜差不多两个小而已 把它切一切 差不多一碗头 一点 意思意思 两颗蛋 酥凉 中筋面粉 对 调味料 糖 盐 植物味酥 这么简单 两颗蛋 我们开始要炒面粉了就对了是吧 嗯啊来面粉 哦 数量 莲花 先一小匙 哦哼 啊糖呢 我们像这个盐的糖是要 嗯哼 这半斤的哦 我们还有一滴糖才好吃 对啊煮味是 半小时 嗯 一点点哦 好 这时候都还不要放水哦 要 嗯 我两个先把肉放 你这总共只有一碗水 一碗水 哦 啊先到豆花 这个菜是我嫁人以后 我在家里面才吃得到的呢 来这边才吃得到的 对啊 真的啊 嗯 这很普遍的 是哦 炒铁银子 没有什么吃 啊当阿嬷用的时候 嗯 那时候没像现在 人家的拼啊 点心吃的那很多 嗯 都没在家用 我就觉得很好吃啊 冰箱有时候呢 去回煎 或者微波炉热一下 嗯 就好吃了 嗯 当早餐哦 他也无形中吃到很多蔬菜 嗯 你如果在早餐哦 可以把它拌拌 不用再放煎就好了 啊 对 高丽菜也是要放下去了 好 好 啊我们这个呢 要来刷 脚孔的 好 来刷刷的 如果要刷得更多 就是拿这样 好 这样它比较低 啊如果要按就更多一点 对 我来刷 这是最困难的动作 后来 后来 美麦嘛 美麦 美麦嘛 咱咱咱咱咱咱啦 我刷得更快啦 咱不叫 让常见人 这样去片子不久 哦 一姐你只心疼他呢 当然啦 不疼要疼水 疼我啊 已经过疼了啦 两个都乖 两个都疼 全部够了 好 好 这锅子好像太小了 不会 全部把它转 搅在一起 你姐你这边水还有剩一点 要不要一起放 不用 不用喔 等一下看一下 好 这个让我想到 日本的大阪烧 这样做 只是呢 日本大阪烧比较复杂啦 它还要放了肉啦 小卷啦 其他的海鮮這樣 然後後面再上 上醬油膏跟美乃滋 胡椒粉你如果要蘸 白胡椒是怎麼可以 但是阿嬤的時代 沒有什麼胡椒粉可以蘸 醬汁差不多幾十種 對一罐比較好 這裡比較難吃 以前幾乎沒有 都鹽味色這樣而已 我真的看到的都是蔬菜 這樣可以了 吃了 你休息一下 吃了一點點是多少 多久 休息一點點 讓它比較軟的 比較入味 所以我剛才有做了一份 也要放進去嗎 沒關係 你隨便把它翻起來 之前準備好了 它的米粉的沉澱 跑到下面 把它切下去 我媽媽以前都是炸的 我現在是半斤斤 不用吃油 吃那個很乾 稍微壓扁一下 比較不會太厚 翻煎 一湯匙就一小片餅這樣子 我以為你要煎成一大片 等一下 也可以煎成一大片 看你什麼造型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周圍都是不規則的造型 阿嬤的連帶點心 等它有點定型的再來翻面 等它有點定型的再來翻面 好 你如果鹹鹹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用一大片 小小的 然後先煎一片 油用比較少 比較稀 看你的鹹鹹有教育 OK 這真的是古早味耶 中火就好了 半斤斤 你喔 有這樣酥酥的 胡蘿蔔有在那裡粒粒 這個喔 生油生油 你如果不要這麼多油 我才可以倒比較少 給小一點 好 現在裡面要給它熟一點 好 比較不會炒到那裡 這樣最標準的 可以起鍋了 對 一姐我來 我已經看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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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你如果要鹹鹹菜 怎麼可以 一雞就好 你不愛 你不愛 我知道 所以我沒有鹹 現在放下去 可以加鹹一點 慘了幫個忙 對啊 我們這個也很聰明 好 看一個比我好 這個你比較老 沒有 這片這樣 小瓜有恰恰 嗯哼 這樣比較好吃 現在這樣你看兩邊 原來都有熟 對 這樣比較不好吃 是 所以要煎到恰恰 對 小瓜一點點恰 嗯 這個小朋友不吃胡蘿蔔 都吃下去了 對 我們家那一隻小幫手 可以喔 它可以吃一盤 我們全家人都愛吃 嗯 很便宜 所有三步五十 我就把它做一遍 對 簡單 而且便宜 可以用 這個時候 手腳要快一點 把它翻一下 不用放胡椒粉也好香 建議大片了嗎 來純椒 加一點點油 好 好 煎了這個也好吃 觀眾可以自己選 要小片小片的 還是大片的 翻面喔 來 分解翻面 喔 它吐了 來 啊 不錯吧 一姐 成功了 喔 這是灑瓜翻面法 哈哈 這一招比我厲害 我怕你翻一下 這個鍋子喔 顯示180度的時候 再來翻 年輕的東西 年輕的 我怎麼有他的老的地方 我灑瓜他聰明啊 背面也是有一點酥酥的 對 好 也180度這樣 對 OK 整味道是好吃的 然後旁邊這個 你看這個邊邊有一點酥脆感 嗯 而且我可以一片接一片 觀眾一定要學起來 這不會讓你失望的 口感實在你愛 對 如果你有試做的話呢 在粉絲專頁你可以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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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